在欧洲我们看到所谓献给失落的一代 在经济环境里头 他们失业了 得离乡背景 才能找到合适的工作 或者他们是 Bermican建筑系的学生 得卖冰淇淋 但是在日本呢 在这次日本地震之后 这些失落的一代 他们面临的 不是失落一个好的工作 不是失落的他的青春而已 他们失落的往往是他的亲人 父母 还有整个家都没有了 对日本这些青年而言 在地震之后意义是什么 他们相当的有勇气 而且做出很大的一个改变 过去呢 日本由于经济曾经非常富裕 后来有所谓消失的十年 消失十年中 日本有很多青年出现暴走族 日本很多青年呢 他们出现了跟老一辈的日本人 很勤奋工作 完全不同的态度 但是他们说 这次的地震改变了日本青年 很多日本青年呢 愿意到灾区里头去当职工 他们甚至说出了一个 令人们相当心酸的话 这场地震正是他们的成年底 快到毕业季了 就在每年春天日本樱花盛开的时候 虽然今年的樱花大概会晚到 这是七仙找西高校 校的时候眼睛变成一条线的 是远藤满溪 脸圆圆的是牧村真子 七仙找是一个小地方 大家国小国中都念同一家 长大了就在小地方的邮局当公务员 跟隔壁班的打篮球的男生结会 地震后 雨夜和商业都没有 整个七仙找在新一年的职位 只有十来个 这一群小女生只好离乡背景找工作 看起来很沉稳的真子 有点像这群女孩子的领袖 功课很好 很会做甜点 代表学校在日本全国的蛋糕比赛中得奖 大家都以为 她会继续念大学 当银行家或律师之类的 但结果 一场海啸 把她的家和梦想一起带走了 真子说那没什么 受灾地里七成半的年轻人都离开了 到东京到大阪去找机会 一脸倔强 他们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下课后就是追梦的时间 无论你想当的是钢琴家还是运动选手 我们去跟真子碰面的时候 刚好遇上奇末考 她还是愿意留下来花三个小时 再做一次在日本全国大赛得奖的那个蛋糕 那属于青春的骄傲 这是代表这群 七仙爪孩子和七仙爪的蛋糕 橘色是夕阳下的海洋 馅里的芒果 是七仙爪夏季的特产 小时候 我认为一个小时 有学生少�入开! Thanksgiving T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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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曾子說 這大概是他最後一次做蛋糕了 味道是有什麼味道呢 味道是甜的 味道是有什麼味道嗎 有什麼味道 有什麼味道 甘酸酸 有什麼味道 日本的年輕人改變了 一場地震 他們變得更堅強 為著愛 從自我的世界中走出來 髮型師 馬可斗決定離開表餐道 開著髒兮兮的貨車到仙台煮飯送食物 炎田生態 從大老遠的沖繩跑到工程石卷 修路 修房子 在火爐旁蹲上一個多小時 只為了讓災民可以泡一個澡 大家都離開了 他決定把沖繩的最後一把吉他帶過來 他要永遠留在這裡 他要永遠留在這裡 我愛 大概还看得到樱花吧 还会更美 地震或许是另一种成人事 约孩子们带着重新出发的心和笑容 守护这片土地